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来还想偷个懒,结果一到周六龟友们就提醒我该更新了 那今天这期跟大家聊聊小苗的发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也是最近聊天的时候龟友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 那为什么环境会影响龟的发色 其实这是一种拟态行为 动物们为了能在自然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下去 有的让自己的颜色看起来更具有危险性 有的则是让自己的颜色能更好地与环境融为一体 没错,这就是一种拟态 正是有了这种行为,所以龟的发色和环境才有了联系 即使是同一品种的龟,每一只龟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所以环境对龟发色的影响可能很明显 也可能微乎其微 决定性最强的还是先天的基因 环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在环境对头纹的影响这一块 个人认为环境只能起到加深或者是减轻黑色素的作用 意思就是这些头纹其实本来就存在 只是改变了环境,加深了黑色素 让它更明显地被人看到 而如果想要仅仅通过环境的影响 就达到一个凭空出现 无中生有头纹的这样一个目的 或许是比较困难的 再补充一点 每一种龟用什么样颜色的环境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 自己的喜好去决定 并不是一个公式化教条的东西 简单说一下 不同环境颜色对龟的一些影响 最常见的透明环境 其实这个环境就比较适合大部分的龟 也方便大家观赏 因为刚才说过了 基因的影响是最大的 比较极端一些的纯白和纯黑环境 一个是为了养出浅色系的龟 一个是为了加重黑色素的沉淀 养出深色一些的龟 黑色的环境在加深头纹和皮肤颜色的同时 也在加深背夹的颜色 还有的环境 比如木蚊纸或者是皂颈的环境 往往是希望让龟黑的不至于太黑 白的不至于太白 希望它们体色能更丰富一些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希望 因为还是那句话 基因才是最重要的 环境颜色偏深一些偏浅一些 对龟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我个人在饲养的时候 也会阶段性的调整一下环境 让它们在不同的时期 朝我希望的方向去成长 养归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没有必要被一些教科书一样的模板 固定了四围 在养归的基本常识上 应该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 我自己养归也总觉得 体态匀称身体健康 比颜色亮丽更加的重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大家可以点关注 我是于斯基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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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